近日,万维博主文庙发表评论文章《习王联盟公开破裂决定中共的命运》 文章说,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大刀阔斧进行了同胡温以往不同的政策 在恢复毛时代文革遗风的同时,大举进行所谓反贪反腐的运动 大批前朝元老的人马被整肃,而习的主要助手和实际负责人则是王岐山 中共无关不贪不负,早已人所共知 习王联盟的大动作客观上对贪腐有抑制作用 但强烈反弹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涨 其主要原因就是选择性反贪腐 谁都知道,没有江泽民、曾庆红等的仔细考察和提拔 习王都不可能走到现在的位置 因此,江等最初绝不会把权力交给后来可能会整肃自己的人 但王立军事件让习看到了有被薄熙来代替的危险 习不得不有求于王 而王也看到了自己有可能代替薄或习的机会 他们对江曾的感激悄悄变成了怨恨 但又无法尽快出手 通过与胡温等有限的合作 几位军头和周、令等人被抓 习王的反贪反腐运动也开始触及到了江曾等的另一 江曾时代通过国安马舰等 当然还有令计划 应该完全掌握所有人的信息 也包括贪腐的证据 因此,互相握有把柄证据是近20年来 中共内部保持团结的有力武器之一 出生红二代的习近平 并没有从毛时代得到过多少益处 除了当农民还坐过牢 而王岐山更出生于一个卑贱的家庭 其家父为国民党低级军官 被挨过斗和抄国家 王岐山能清云直上 完全是因为娶了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儿姚明山 在80至90年代 王岐山是一个开明的 有自由思想的人物出现在南方 而成为第二号人物后 则成了极左派 口口声声都是文革语言 王岐山的演示 大概也与他熟知中国历史有关 习王上台后 官方除了大肆宣传习家外 也拼命渲染习王联盟的铁关系 中共传统上一向强调组织原则 避免提及裙带关系 而大肆宣传同盖一床背的目的 显然是不自信 他是想告诉人们 只要有习王联盟 无往而不慎 定夺天下 谁可奈何 早在2015年 贵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不远万里 亲自在英国 为一家中国企业通航站台 至今在海航的网站上 仍可看到这张照片和介绍 不明底细的人显然会想到 海航一定是个最大型国际企业 老总肯定至少是个部级老干部 郭文贵的爆料 首先从海航开始 让金融时报等国际媒体都在纳闷 谁是海航的股东 那个拥有29%股份的冠军又是谁 海航网站宣传这一事件 显然也在暗示习对海航的关心 大过对其他老字号国有航空公司的重视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真的知道 所有这些金融活动的细节和真相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看看官方的王岐山简历 他早在1988年就开始从事金融和投资活动 而一直在地方工作的习近平 不大可能有这方面的专业经验 他不得不依赖王岐山进行反腐运动 而金融领域是他最晚触及到的行业 这才造成了2015年7月的大股灾 那么习近平当时为海航站台是否已经知道海航的背景呢 这显然是公众关心的话题 郭文贵的爆料掀开了同盖一床被肉麻宣传的假象 他揭露早在2015年 习近平委托傅政华 要求早已与总参二部和国安部关系密切的郭文贵 秘密调查王岐山家族 并提供了所有证据 因此公众据此推测习王间有猎息 完全符合后来揭发的事实 可以回想当年毛刘毛林的关系 那些幻想习王联盟牢不可破的人 显然对中共党史一无所知 一厢情愿而已 郭文贵的一步步爆料揭开了王岐山的家族爆发史 包括拥有诸多房产 大笔资金和私生子女等 习王联盟关系 无以损伤了习近平辛苦建立起来的反贪形象 有网民调侃 那个拥有海航29%股份的冠军 其实是家藏万贯千古明军 无论体制内外 包括习王都明白 习王联盟破裂的厉害关系 从大局考虑 双方明白必须在面子上保持团结 但郭的爆料显然让习左右为难 不予理睬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 在信息时代再和王绑在一起 无疑是慢性自杀 习近平已掌握了枪杆子 但他绝没有毛泽东1%的知识 资历 人力资源和控制能力 王岐山的最大资本是控制中纪委和金融系统 隐藏一个月后 王一出现即谣言似非 万达股票大跌 而在此之前 习家族与万达的关系爆料早已满天飞 被认为是王岐山的反击 至少送出两个信号 第一 我是金融老大 谁也别碰我 另外 我可抓万达 相间的程度 彼此的猜忌不会减少 只会慢慢升级 直到联盟彻底破裂 有不少人预言 毛铃关系一夜破裂的913事件将会发生 但那时候的毛可以一手遮天 也没有互联网和自媒体 如今希望争斗 结果尚难预料 但无论如何挣扎 都会是历史的沉扎 信息时代的笑料而已 我们下来看